在可可斯巴扎尔庞大的难民营里 接近100万罗兴亚穆斯林难民 仍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他们没有明确的未来 出于对持续的虐待和缺乏国际监督的安全考虑 上个月的自愿遣返计划被推迟 人权活动人士表示公开录像显示 在偏远的巴桑查尔岛上正在修建一处安置营地 这是另一个令人担忧的原因 联合国难民署还没有被允许进入该岛 对洪水情况进行风险评估 但是许多人说该岛容易发生洪水而且很危险 这意味着数十万罗兴亚难民 可能会居住在一个容易发生洪水的岛屿上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 奎利表示 虽然尚未感受到对罗兴亚人口的长期影响 但长期无法上学受教育是有害的 目前难民营里没有正式教育的机会 与强化权力组织工作人员交谈过的罗兴亚人认为 这是未来罗兴亚儿童和青年面临的主要问题 然而目前还不清楚 罗兴亚人将来是否能够回到缅甸 缅甸当局说被烧毁的土地成为了受政府管理的财产 这是人们对在过去一年办理被以为平地的200多个罗兴亚村庄的所有权产生了质疑 罗兴亚律师人道主义奖获得者绝拉昂表示 假若有人要求官方记录可以证明罗兴亚人的合法所有权 他们有所有的文件 所有的记录都在内政部的土地记录办公室 国际社会应该要求政府公布所有这些记录 分析人士认为缅甸的立场是蓄意消灭这个民族 缅甸官员一直否认这一指控 政府让我们成为文盲 这样他们就可以宣称这些人是来自孟加拉国的非法移民 因为他们对世界和这个国家一无所知 随着新年的临近 难民营中的许多人希望有一个和平的未来 美国之音记者桑芙德 泰国曼谷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桑芙德